4枚10块钱硬币 以及4片花瓣 台湾魔术师蔡维泽 惊艳全唱 硬币吸睛的不止这 旋转过一千的硬币 竟然就凭空消失了 难道是看错了吗 怎么看怎么诡异 但更惊悚的还在后头 到底跑哪去了 以为这已经是够恐怖了 但接下来这一幕 才真的让大家全部吓呆 2016年参加香港综艺节目 蔡维泽仿佛恶魔上身 任何东西都可以消失 破碎 主持人根本不敢看下去 前世蔡维泽是台湾出生 15岁跟随家人移居加拿大 19岁偶然看到一名街头艺人 表演魔术 从那一刻起开启了 她的魔术表演之路 如今蔡维泽33岁 每场魔术秀都让人责责称奇 也让她成为年轻台湾之光 这段话上面乖你也看到不到